哈囉大家好我是Ryo 那不曉得大家呢 在《新風之谷》中 最喜歡的寵物是哪一隻 而Ryo的話呢 最喜歡的就是我之前說過的 神奇寶貝 那這一隻寵物呢 是之前有在商城販售的 相信之前有玩《風之谷》的玩家 都會知道啊 這個是當時呢 只有有錢人才買得起的寵物 沒有錯在我小時候的時候呢 我就非常非常想買 但是愛與實在是太貴了 真的是買不起 那等到我現在買得起的時候呢 沒有錯 它已經沒有在賣了 那因為現在大多的寵物啊 都是大家所謂的 W寵 S寵 D寵 獲得是P寵 也就是有磁鐵效果的那一種 那大部分寵物的出處呢 也都是從寵物水機箱當中獲得 也就是說呢 我們已經不會像之前一樣 從商城直接購買 呃還是會啦 但大多數人 是因為他可以用里城來做購買 而里歐我為了圓一下而死的夢呢 我直接和玩家 收了一隻 神奇寶貝 也就是寶貝龍 那這一隻他已經把它變成永久的了 沒有錯這個在現在商城已經買不到的寵物呢 被我花高價買來了 我得說啊 光要找到就已經相當困難了 而且價格真的是有一點高啊 那就先放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那你以為他就只是一隻黃金色的小龍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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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呢 包含了這一隻寶貝龍 以及我們待會會介紹到的機器小子呢 都是可以做進化的 這邊說的進化 不是像月光水晶什麼W蟲 加W的蟲 合成出P蟲這種進化 而是呢 我們可以直接到商城購買 進化之石 一顆是100點熱鬥點 那這顆進化之石呢 就可以讓神奇寶貝 以及機器小子來做進化 那究竟會進化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就繼續介紹下去吧 OK那當你的寶貝龍達到15級以上的時候呢 就可以找這一位 加爾努斯 接取他的寵物的進化 1 龍是可以進化的特殊寵物 但要在進化之前呢 需要讓他感受到自己是受到主人的疼愛 你就證明一下你對寵物的心意吧 而這個心意呢 要先打冰毒眼獸 以及香蕉各50個 那因為我是在愛莉亞 收到這一隻寶貝龍的啊 所以呢 我只能開這一隻分身來做領取 好的 那我們打完冰毒眼獸的尾巴 來去打香蕉吧 話說你們知道 當時這樣子一隻角色 帶著寶貝龍或機器小子在路上打怪 那是會受到路人景仰的 你們知道嗎 好了各位 因為呢 這邊的怪物啊 等級太高了 但是我要打香蕉嘛 所以我只好呢 直接把我的寶貝龍轉來留等 然後我就能用本尊來打了 那你們會好奇啊 為什麼一個香蕉要到這邊來打 這麼高等的怪物呢 那是因為 原本魔法森林的猴子不見啊 對 現在猴子只剩這兩隻了 那最低等的也要132等 不過掉了香蕉還是26幾了 嘿 那我們大家想哦 好啦 那我們去把那一隻愛莉亞的角色給轉過來吧 好的 那我們把他移到了我劍神這邊吼 然後我們重新借一下任務 OK 然後 他給了我一個寵物食品 真是感謝你啊 我已經了解了你對寶貝龍的那份心意了 了解就好 再來是寵物的進化二 接受 然後 就像我們剛剛買的 進化之石 聽說有人見過 購物商城有在賣 你說那個人是姓劉嗎 進化之石和一萬封閉 就可以把寶貝龍轉換為 神器又威猛的樣子 寶貝龍有了 進化之石有了 這一個喜好呢 先來解釋一下 那只要你進化之後呢 你的寶貝龍 就會隨機進化成 紅龍 藍龍 綠龍 以及黑龍 而我這邊查到的資料呢 紅藍綠的機率各是30幾% 而黑龍的話呢 只有4%的機率 那黑龍還有另一個方式可以獲得 那就是之前的 永恆的守護者福袋 不過我這邊查到的 這個福袋抽到的黑龍呢 好像是不能夠穿傷城的裝備 我不確定這個Bug現在沒有修正啦 那如果知道的話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補充一下 非常感謝 而這個寵物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呢 就是當三隻寵物湊齊之後 顏色應該是不用一樣啦 它就會有一個這個冰龍的特效 這個現在風之谷應該非常少見啦 因為就算放到之前 這也是一名玩家 財力的象徵啦 好那雖然說我原本購買這一隻寶貝龍啊 我是想要把它留著做紀念啦 所以沒錯我原本是沒有想要升級的 不過我想說為了讓觀看影片的各位啊 能夠知道這個進化呢 到底會怎麼進行 而且我自己也非常好奇 那為了圓一下我之前的夢呢 理由我決定 就在這個影片把它進化吧 喔對了進化前補充一下 神奇寶貝的裝備呢 是只有七卷的驚喜禮盒 寶貝龍的話呢 它會是一個奶嘴加一個頭套 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如果是成連龍的話呢 各位 在見證奇蹟的時刻 如果你想看進化過程的話 建議你把對話視窗拉到下面一點的位置 這個是超貼心提醒耶 等等 啊啊啊啊啊我拉下去 啊結果你又跳出來擋住我 不過呢 進化成功 如何進化後果然是威風吧 呵呵 其實不瞞你們說啊 我也不記得我會進化成黑龍 但是我打從心裡想說 我紅色藍色隨便一隻都可以 結果怎麼合到原諒的顏色啊 哇是綠龍啊 而這個時候的寵物裝備就會變成 登登 裝備就會變成一個很像雪人的東西 然後有一個紅色的圍巾 其實我到現在就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啦 但我都叫它雪人啦 而且你們看到 它睡覺的時候呢 還會夢到自己小時候的樣子 我的天啊 哇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好啦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有一個 寵物的再進化任務 也就是說呢 當你不滿意這個綠色的龍的話呢 你可以進行再進化 是不是非常人心 那一樣的話呢 是需要再100點的進化知識 再花100點 再抽獎一次 再進化一次 直到進化出自己喜歡的顏色為止 你是不是已經在開始想像 寵物轉變成更滿意的樣子啊 反正絕對不是綠色啊 那我們就 再進化一次吧 好啦那我又買了一顆 然後呢 我們再進化一次 而且我先說啊 我以前 完全不知道 原來它進化之後還可以再進化 我以為進化一次 就定型了 我想說也太刺激了吧 花了四五百塊 然後 就拼那個一次 OK 那你們來猜一下 這一次 會變什麼顏色 有沒有可能 是黑色奇蹟呢 GOGO 這一次變成的是紅色 好紅色我就滿意啦 還是說你們有想看到 我們把它拼到黑色 如果有的話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假設留言的人夠多的話呢 我們就另外拍一支影片 我就買進化之石 買到它變黑色為止 至於剛說的紅藍綠30% 黑色4%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正確的 因為我也是查資料查到的 而且可以注意到 它會連寵物名稱的這個外框 顏色都會跟著改變 不過因為寶貝龍不只貴 而且超級難收到 所以我就沒辦法 湊三隻來給你們看那個特效了 總之呢 我得跟各位說 我個人對於這隻寵物呢 是非常非常的滿意 而且也算是圓了我的夢想 啊還有就是呢 它只能進行再進化 也就是說呢 你只能一直改變顏色 但它是不能夠再回到寶貝龍 也就是幼龍時期的 對 要不然就變成 爸媽常說啦 早知道就把你塞回去了 OK 那我們最後呢 再來看一下 我有買的另一隻 機器小子 要來介紹的就是這一隻 機器小子 然後機器小子的話呢 一樣是能夠找 加爾努斯來做升級 請進化 最近一起玩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